那我们就来把咱们上周的知识点来做一个回顾 咱们上周是完整的讲完了一套这个程序 然后我们是把基层这里面基层的特性我们说完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接着要讲的是基层的施工程序 我们先做上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类似案例的一种考法 给你结了一大段 然后我们从中要找施工方的错误做法并且改正 好这个点里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带着你来分析 好吧你跟着我一起读背景 咱们找错 在做好施工准备之后 组织开展了路基的施工 我们再做路基 好完成摊铺作业之后 经现场技术人员的检查 铺住层的厚度和宽度符合设计要求 就开始压实了 宽度和厚度符合设计要求去压实 好这里面我们能明显的发现一个错误就是上次课给大家补充的教材之外的点 当你完成摊铺压实之前我们要做质量初减的工作 对吧减什么东西减三个 第一个你要减铺住层的厚度 跟谁去对 跟实验段中的虚铺去对 对吧虚浮厚度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在宽度这是第二个检查点 要以设计图示尺寸加超宽 控制我填的是不是这么宽 对吧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呀 第三个漏掉了水 你要它的含水在最佳含水率上下合理的范围浮动 一般是正负2% 所以这是不是少东西 所以在检查内容这少了 好我们找到第一个错误啊 然后开始压实作业 施工区段内曲线段选择从外侧向啊 从内侧向外侧压 这个乍一看肯定是错的 对吧 它不可能出现说完全是内侧向外侧 因为你看曲线段它也分两种情况 对吧 我们当时给大家放图的 如果是直线段还有缓和弯道 拐大缓弯的时候 它都是修成双向排水横坡 中间高两边低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由外侧向内侧压 而如果是曲线段拐急弯的地方 叫小半径急弯的地方 这个是设的超高 它是一边高一边低 弯道外侧高内侧低 你应该由低向高 这个时候才是从内侧向外侧 所以它没说清楚呀 对吧 它只说了曲线段 这有两种情况呢 你要给它细化一下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要分一下是什么样的曲线 好 再来 压实作业之后 整体进行了压实度的检测 我们说压实作业之后 整体做压实度 不对吧 你一看到整个去减就是不对的 因为它是个循环 填一层压一层减一层 填一层压一层减一层 这必然要跟照分层去做 有问题 好 再来 做压实度的检测 咚咚咚咚 下入下到工序 不对吧 你支检项目是少东西的 我们在陆基这边的检测中 一共就两个主控项目 一个压实度 一个完成值 少东西 对吧 然后它是合格率达98% 合格率是100% 合格标准在陆基图这是多少 我们上节课让你背过数据 对吧 合格标准是什么 是959390 快主 四支 对不对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数据 合格率 合格率说的是什么呀 是你取的几个测点 几个测点都得合格 100%的合格率 好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一段话 一个施工程序也错 我们就都挑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 就是很喜欢 就是我们在案例中 去考到这样的程序上的东西 改错题是几乎每年都会出的 你要重视起来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列举失线性黄土的处理方法 这是存在案例中 会让你书写的东西 我们上节可以给大家总结过 你看到不良土 你怎么背更方便 你想一想 我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对吧 这个不良土它有啥特点 我把这个特点处理的 这方法不就出来了吗 首先四类不良土 它有一个共有的方法 是什么 共有的方法 通用的换田呀 对吧 我别管是哪类不良土 我换了就行了 我换成好的 这是第一个大的方向 好 第二个 我们再找它的特征去 失线性黄土 它有什么特点 这个土如果是没有接触到水 没有受到扰动的时候 它很结实 但是这个土层中 有很多细微的裂隙 一受扰动 一受水的浸润 它就发育了 它就连成整体了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 要么就是削缝 要么就是把这个水 给它隔离了 或者提前去跟水发生接触 第一个 我们先看缝这个点 你想要削缝的话 我怎么去削缝 我把缝给它挤煤 或者砸煤 对吧 你可以选择强夯法 把缝削掉 或者选择一些 挤密的手段 比如说我们搭挤密装 就可以把它削掉了 这是去掉缝 或者去掉缝 除了几 除了夯 还有什么 可以把它堵上 对吧 可以把它堵上 我们用化学加固的形式 化学加固的形式 好 第三个点 就是我们处理方法 第二个方向了 它不是跟水有关系吗 你要么就是把水做隔离 拦截 或者是我提前跟水发生反应 是不是有预浸 对吧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处理手段 预浸 好 这样你抓它的特征 共性都是换 那么找它的问题 去解决这个方法就出来了 你背的时候要有逻辑性 这样不容易丢东西 好 这个我们就解决完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题可能你上一节课 没背好的话 会觉得有一点点难 但其实我们分析 是能分析出来的 题案中告诉你 对于地下水位 是高于路床标高的道路 我们要选择什么方法 进行它的水的控制 好 人家明确的告诉你 地下水是高于路床标高 都高于路床标高了 说明你整个路基的大部分范围 都是受到水的包裹和侵扰的 对吧 所以我的路基中有大量的水 需要往外排 这种水内部就比较多的情况 你在选方法的时候 肯定是要往外排呀 我们就要抓这种排的手段 对吧 找它的核心特点去 好 给的方法中 设置排水型的护泼 这个在搞外面 没做里面 里面是有水的 所以这个是外部的保护 它防冲刷破坏的 在路基结构中设置肾沟 这个可以 这不是内部排水构造吗 肾沟 岸沟 岸管这些都可以在里面排水 那土工之物做树干 这个虽然也可以起到内部排水 但是它没有这么多的水 可能就是地下水 或者外部的积水 导致你自己的水量略大 处于潮湿过湿的状态 但不是水位高出去 没有这么严重 所以它是第二种情况的 不选它 加强过阶支管和检查警 结合部位的密封 这不是怕既有构造漏吗 对吧 属于附属构造的处理方法 不是里面排水 这道题要选第二个 选第二个 就是你看这样的问题 我哪怕没背下来 其实你把提干毒米外 能分析出来 对吧 能分析出来 不要慌 好 再看下一个 补全表格中 关于无极结合料 性质的典型特征的描述 就是你给我说 谁好谁坏 你给我排序去 抓它的特点去 我们上次课 就把这个表格 是当讲义给你讲的 现在我给你抠掉了 咱们来补一下 一共就三类 无极结合料 石灰水泥和石灰工业费沙 就是粉没灰的 我们这个直接指二灰就行 好 然后给出了五个特性 上节课 我们总结过 三个共性 两个特征的属性 我们先看共性 第一个共性叫半体性 第二个水稳定性 第三个收缩 这是共性 就是全都是这样的 它们三个在半体性上 共性都叫良好的半体性 所以都是良好的 类推 对吧 这是共性良好的 那么水稳定性 都是良好的水稳定性 但是书上给你比较了一个 石灰的在水稳定性这 要弱于水泥 对吧 剩下都是良好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共性 收缩特性 这三者叫什么 都叫明显的收缩 都叫明显的收缩 而且这个明显体现在两个方向 一个是干缩 一个是温缩 它如果受到气温的热胀冷缩 会有这个变性 或者硬化中水的散失会有干缩 这个都是明显的 但是在收缩这里面 因为二灰里加了粉煤灰可以抗烈 所以都是明显的前提下 它的幅度是最低的 它的收缩幅度是最低的 幅度最低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特征属性 特征属性在抗动性这 你按照书上的原文去记 我们书上给的排序 最好的文字描述是二灰 排第二的是水泥 排第三的是石灰类的 这是书上的描述 上级各位说过实践不是这样的 然后在早期强度这 明确的告诉你谁的早强高 水泥早强高 剩下的你添加了这个东西 它早强就没有说高的 尤其在二灰里面 粉煤灰加的越多早强越低 对吧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特性表格拿下了 它考的时候这块喜欢考选择题 但是前提你得背下来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就跟上一个题相比 其实更好记 我们在试用范围这 我就要求你背了一个口诀 对吧 叫利做基土做底 利料的粗利镜的往上放 稀利土的往下放 高等级的选择 你看我们这个题杆说 无极酒量基层 哪个可以用于快速录的基层 你看到基层没说底基层 它就在让你选上面的 利做基土做底 我首先要把细利土排掉 对吧 细利土不可能 所以在五个选项中 图 图去掉 好 现在剩三个利料 三个利料你是选择BDE吗 对吧 这我看 咱们学员选什么 有选BDE的 还有就是我们直接选了四五 对吧 就是第一 好 这道题你要选第一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利做基土做底的前提上 我又给你补了一句话 十灰是最差的 三种结合料 十灰性是最差 所以只要你有别的选择 你就不要动它 你就不要动它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在选的时候 一定要看题杆是怎么考的 那假设这道题 它不是个多选题吗 它是二到四个选项正确 我如果现在给你变个形 我告诉你 这道题现在是选第一 我给你变个形 我把墨迹先给你削掉 这道题我给你改一下 我把这边的二灰稳定利料 稳定利料 改成了二灰土 好 我改成了二灰土 好 此时你要选什么 我如果这么去出的话 你选哪个样 这答案可就变了 对吧 这答案我只能选B和D 为什么 因为多选题是二到四个选项正确 你第四个选项稳对 带土的稳错 那我只能把B放上去 对吧 这个你要看题怎么考 如果能有别的选项 你就别动实惠的 B叫保险 如果说我们只有这个选择了 那你只能去选它 对吧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好 这样我们就把课前的问题给大家做完了 然后还是要提醒各位要参与一下 我们一键的打卡的活动 我们上周的这个打卡活动 我们今天发的公众号里面也说了 一共有三百多位学员参与的活动 其中有一百多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的 就是你把自己的笔记已经写得很全 上传上了 那我在课堂上会在每一个独立知识点前面 带你串笔记的骨架 你跟着我先把骨架打出来 然后我讲课的时候说的重点 说的核心 你标记关键词 课后再把细节补上去 这是一个有效的学习过程 课后你参加老师的打卡活动就可以了 那这个打卡活动的参与方式 我们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 可以直接在公众号里面 主页右下角 一键的这个 一键的旁边 我想学习中 去点一键打卡 或者给公众号去发消息 就是发一键打卡 然后我们就弹出这个小程序了 进入小程序之后 那你需要就是找到进入课程 然后参与打卡 把自己的笔记拍照上传上来 同时注意一下 在注册的时候 要把自己的地址先填好 这我们都会给你做信息保密的啊 如果你中奖的话 我们会直接按照你的地址 把讲义给你发过去 我们11月份的这个中奖的同志们 应该已经快递在路上了啊 不要着急 好那咱们现在是12月份的第二堂课 就是我们12月份会做5次打卡活动 已经第二次了 今天我们周四上课 从明天周五开始到下周三 都是这周课程的打卡时间 把自己的笔记写完 拍照上传就可以了啊 不要怕写字难看还是错 我们又不给别人看 就是让你积累一个学习的记录 让你留一本笔记 好吧 好这是我们的打卡活动啊 然后我们打卡的活动信息的公布 包括老师的讲义 课后的回顾习题 课前预告的问题 都会在公众号里面发 右边这个是我们官方意见的 最近也快出成绩了 对吧 大家都很着急 我经常看到学员问啊 不要着急 你说早两天晚两天 它都那么回事啊 这成绩你也改不了 出了成绩 我们两个公众号都会及时给大家发查询的方式 还有这个文章的啊 不要着急 好吧 那我们接着咱们上周第三节基层的这个知识点 咱们上周末尾的时候 是把这个特性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基层施工技术的流程说完 然后我们再进到土工合成材料的应用 今天应该时间理想的话 是能讲到第四节的这个利清道路施工的啊 好 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 先进到第二幕 第二幕里面是说 无极结合料基层的核心程序 现在把你的笔记本拿出来 把你的笔记本拿出来 你的笔记本 我建议你这块的流程笔记 你按照长条的去打 就是你不要竖着写了 你横着写啊 把这个笔记本转一下 横着写 因为它比较长 好 咱们现在就在笔记的股价中 要把它的施工程序 反馈出来 体现出来 那我们第一件事 无极结合料 它不是要做混合料的吗 对吧 这个就涉及到了出现配合笔的设计 配合笔的设计 我记得这个咱们流程 上次课是不是没打 我记得是没打啊 应该是没打 你给我确认一下 我有时候脑袋不太好 失望了 脑袋用的太多 然后老是出现遗忘的问题啊 好 我上次是没打是吧 我印象是这样的 好 第一个会有一个配合笔的问题 你需要按照设计的强度要求 做配合笔的设计 然后再报审 这个是大家记一套程序 后面就能套用了 沥青混合料也是 水泥混土也是 好 然后我们把配合笔这块的学习完之后 那你现在打基层 也得做必要的工钱的准备工作 没有路基那么复杂了 我们做一些简化版的 做场地清理呀 测量方样呀 还有什么 实验段 你在这还得做实验段 所以它都属于是必要的准备工作 那以后我们都把这块给大家去强调补充一下 因为书上都没有 它是关键程序的一部分 好 当你经过前期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 那我们继续往后面 是不是我们在厂办生产 就是你进半核站了 把混合料按照设计好的配合笔经过审核的生产出来 我现在要做半核生产 半核生产 这个半核生产的工作中 我们主要就是告诉你 你用什么设备 所以在这个点上 大家重点就是记一下用的设备类型 当然还有原材料检验 那个很简单 重点记设备类型 好 半核生产之后 我是不是需要把这个混合料 我要运输到施工现场 办好的混合料要运过来 运过来的话 你不同的混合料 对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大家在这儿 第一点要掌握一个通用要求 就是要覆盖 我们要覆盖 怕水分散湿太多 怕出现阳尘移洒的问题 第二个 你要重点盯着水泥类的稳定混合料 这个为什么呀 因为它跟水接触就有凝结时间的问题 一定要重点记水泥的凝结时间限制 从它接触到水开始 到运到现场完成铺驻作业 不能超三个小时的出凝 所以这个是常考点 在无极结合料基层施工中 特别喜欢考水稳类 所谓的水稳类就是水泥稳定类 好你现在把它运过来了 运过来之后我们在现场 是不是应该进行铺驻作业 你跟着写啊 其实占用不了你多长时间的 动动手 铺驻作业里面 我们是选择机械进行铺驻 不再是土堆了 是要利用摊铺设备把它铺出来 在铺驻这儿就有一些细节考点 所以在这一部分中 是容易出现题目的 怎么铺啊 怎么去进行它层次的生成 包括厚度的限制等等 这块会有很多细节条目 你后面跟着课程把关键词补上去 好吧 这个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往外串了 因为全是散点 好 当我们铺完之后 跟着你就要做碾压 它要压成型 也是要压成型 消缝的 那么碾压这个依然维持着 陆基中提到的 初压 复压 中压 在碾压过程中 也有很多技术细节 好 这块依然还是容易出现烤点地方 我们大家要把压实的要求要能记住 基本的压实原则 参考陆基就可以了 这块你能省点劲 好 当我们压完之后 来到了无基结合料基层特有的 它要做养生 这个养生的话 跟我们所有带水泥类的 或者会固化成型类型的 都是一样的原则 它要保湿 一定要保湿 那我们比如说直接洒水 或者充分养护用水之后覆盖 都是保湿的 第二个你要记时间 七天 好 第三个需要在这区分 养生的方式 因为书本上给的几个类型 方式都是不同的 有直接洒水覆盖 或者还提到了沥青乳液和沥青下风层的养生 要看哪个能用 好 再往下面就是我们去做的质检 质检这道程序 就是把主控项目背下来 主控项目这个点 在我们之前的一键考试真题中 已经考过两次真题了 所以这个你要重视起来 好 这样我们就把完整的流程股价 给大家打在这 你的笔记在记的时候 讲课过程中提到的关键节点 关键词 先写上关键词 跟着听课 课后再把细节补回去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框架的笔记 那接下来我们进到核心的考点了 核心考点的第一件事 我们在讲到这种关键程序之前 都会给大家把流程图补出来 陆基我们补了一个 对吧 Cover欠也给你放了一个 现在进到无级结合料计策 你会发现 其实我给你打的笔记股价 就是贴着流程来的 因为咱们要抓程序 重视施工过程 对吧 好 这个程序里面 刚才我们在准备中提到的有什么呀 有配合笔设计 有配合笔设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你给我把握一个通用的公式就行了 我们现在就把它讲完 配合笔设计这给你简单的梳理一下它的过程 它首先要以设计的要求为目标 比如说我们对这个基层承载有什么样的强度要求 我以它为目标 然后做初步的配合笔设计 我们进到配笔的设计 这个是设计目标 这个是配笔的设计 好 我们施工方做出配合笔设计来 不能直接就用 它一定要有一个报审 一定要有一个报审 那么这个报审我们是报谁去审核的 你把它盯到监理身上 把它盯到监理身上 那么这个监理的话 它有的时候会考你审核人 有时候会考你审核部门 如果问人的话 监理工程师 如果问部门的话 监理中心实验室 所以一定是报到监理这个层面 好 监理给你审核的话 不是审你的配合笔做的过程 对不对 我们是看你的配合笔 能不能实现设计目标 换句话说 你做的配合笔这个强度 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所以它不会核对你的计算过程 它在这做的是什么实验呀 我们要把这个实验名字记住的啊 这个叫做对比实验 或者叫做平行实验 就是你的监理需要看你的配合笔 能不能做出来这个东西 不是检查作业啊 好 经过监理审核的配合笔通过了 那么它下一步干什么 它要报半核站 把通过配合笔 这个审核的这个东西 报到半核站 半核站干什么 半核站做试半 它不是马上拿到配合笔 就生产半核 它需要先以这个配合笔 做试半核 试半核出来的混合照 大多数都用于实验段了 就是你得看我们 能不能正常的去做半核生产 对吧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配合笔设计的过程 包括审批 需要大家记啊 这都是容易考到案例的点 好这块应该能跟上吧 没啥问题吧 好那我们这块就 梳理完了 对吧 配合笔的 那配合笔这块 刚才我们说审半核站 报试半 然后我们再去用 这个材料做实验段 好接下来咱们来到 第二关键点 实验段 回忆一下啊 在路基施工程序里面 我们是不是讲过 路基施工过程中的实验段 它有三个目的 目的对吧 三个目标 什么目标在这 我当时说特别容易考两个 其中第一个就是你要通过实验段 确定施工生产的参数 对吧 有参数的确定 这个东西如果质检过了 我们就用它去做正式生产控制了 好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在这 做质量上的检验 你的实验段铺的层次也得质检 在我们这个流程中 分支外面有个抽检验证 就是在减实验段好不好 那实验段的质量 用的检测验证的方法 跟我们最后最终的质量验收 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项目啊 好然后这是两个关键的任务 第三个是什么 是现场人员机具组织安排 调配是不是正常的 我们一般考前两个 你在这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一模一样的东西 好经过实验段 原理我们也学过了 你也能记住了 那咱们就正式的生产半核了 一定注意是厂半 半核要在半核站 做集中半核 不能现场就地 现场就地半核 只能出现在公路实物科目 荒郊野岭 程序里面是不能做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运过来 刚才那一套 运过来之后 机械铺着压实 养生 再去做质检 所以核心主工序 反而学路基 你是比较熟悉的 特殊的就在上面的配合笔上 好 其实我们这块学起来 比路基要轻省很多 会省一半的时间 这样咱们流程就给大家串完了 流程串完之后 那我再给你补一个点 这也是我们书本上没有的 刚才咱们说 需要做必要的配合笔设计 还有一些实验的内容 质检的内容 各自有什么意义 大家可以直接看我给你整合的表格 那么首先第一个刚才所说的配合笔设计 就是你要把所有组成混合料的各个部分 所占的比例设计出来 这套程序的核心考点就在监理审核这 把我刚才给你写那套文字的程序给我记下来 就是考你监理审核的 那至于它以什么为目标呀 怎么设计什么过程 咱们不考 我们就考这个监理审核 这容易出题的 第二个 那你想要去做这个东西 你要跟陆基填料一样 我们选定填料需要做实验 在前面陆基填料中 不是有个实验内容叫标准基石吗 对吧 它是确定啥的 你回忆一下 在陆基施工程序里面 我们做基石实验是确定什么的 确定这个材料的最大干密度和最佳寒水 那我们在这也是一样的呀 你做这个混合料的基石实验 也是确定它的最密实的状态 最大干密度和对应的寒水叫最佳寒水 所以我们在这个点里面 对它的确定点 最佳寒水用于控制施工生产 你在压的时候贴近这个直序压 最大干密度用于后续的质减 因为我们也有密实度的要求 好 这是跟我们前面陆基比较有相似之处的地方 同时在黑路面中 大家回忆第一节的知识点 无基结合料基层 在沥青的道路结构中 它是起到承重功能的 既然有承重的功能 我们在质减中必然会减强度 必然会减强度 这个项目咱们叫七天无测线抗压强度 因为你能承重呀 所谓的无测线就是没有水平力 我们就说数项的核在 这是反应强度的 那你做实验的时候 在规定温度下去制作试件 养护成型 再看强度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再看颗粒上的分析 就是它在质检的时候 还存在原材料的检验 主要就是看力径 咱们上节课的尾巴 所说的力做基土做底 那不就是卡力径吗 对吧 你要看适用范围的 所以力径的 集配大小分布的情况 也需要在实验中去做确定 那我们主要是看你的颗粒范围 最后在亚碎值这个 大家回忆一下 路基土中我们就提到过 亚碎值的概念 我当时告诉你这个是反应什么的 你给我回忆一下 土颗粒或者材料的 粒茎类这个颗粒的 压碎值 它反映的什么 这个材料的什么东西 来给我敲出来 给我敲出来 不是CBL值 CBL值是什么 CBL值是加州承载笔 它是你这个材料压成层之后 局部抵抗外力压入的能力 它反映填料的强度 而对于压碎值来说呢 它是反映这个材料 它是强还是弱 不是整个层次的强度 这个你要分清楚 对我们主要看这个什么 这个材料结实不结实 说白了就是这个 亚碎值如果比例高的话 材料不结实 亚碎值比例低 材料才比较结实 比较硬比较好 所以你看我们依然还是高等级比较高 这要求高 不是说数值高 这种东西你不用背数据 因为我们书上没放这个点 这块的数据出现在陆基填料里了 对吧 我们说混合料中各个地方压碎值 所以咱们就找原理就行 等级越高 它原材料中粗颗粒的压碎值 一定限制值是比较低的 不能超这个值 对吧 好这是我们前期做的一系列实验 它的任务意义 大家一定要把这些该补点在我们一键学习中要做填充 好接下来我们再进到核心施工程序 那在流程股价里面把准备中的配合笔设计和实验段 我们都梳理完了 那咱们就从正式的生产开始 我先给大家配这个施工现场图片 我们看一下这工地现场在这个阶段都做了什么 我们先进第一个阶段 材料选择和半合生产 那这个材料的话 我们就强调一个点 就是你的原材料进厂的时候要做实验 要经过验收 这个是通用的 所有材料进厂我们不是都得验收吗 对吧 大家回忆一下啊 要验什么 这不应该说回忆 它应该是个常识 不管是啥东西 只要是工地上用的材料 哪怕是电线 你都得做这个工作 干什么呀 材料进厂验收 我们要做什么工作 你想一想 你随便往外说啊 外观对 没问题 还有什么 正 对的啊 咱们第一个学员就反映出来 正 还有什么东西 三正是对的 实验你要把字敲对啊 是哪个实验 是言字旁那个 好 我们现在整合一下 在材料这进厂做验收 一般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们会剪跟材料进来的各种证书和证明文件 一般情况下是考三正 这三正大体上会包括产品合格证 质量说明书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 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对材料去核对外观批次 规格尺寸 就是你能肉眼去测的东西 我们先在第二阶段去剪 那比如说我进这个材料 咱们就看力镜呗 把不同材料看力镜 好 第三个就是我们去剪它的性能 说白就是这个材料能不能干活 这就跟你雇个人是一样的 你聘请任何一个人做你的员工 你得先看身份证 你得看它长得啥样 是不是能干活的 然后你再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干活 你得试一下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有材料进厂的核心验收程序 这个验收内容 在我们实际出题的时候 它很喜欢考在钢筋类材料里面 我们到后面第二章会重点去说的 好这是材料的 这是材料的 那么经过实验验证之后 是不是我们现在半盒站就可以生产了 半盒站生产的时候 是在半盒设备中 按照经过审核的配合笔 做混合料的半盒 要搅拌均匀 那咱们一会会说这个机械怎么选 还有半盒的顺序要求 好 办好了之后 出料装车 那因为我们还有运输的问题 咱们先看一下怎么出料 出料的话 是把它装到自卸汽车上 然后棚布覆盖 送到施工现场 所以在这个点里面 你要保证这个车厢要装的均匀 如果一块有一块没有 在运输中一振动一松散 它力竞就分离了 一定要保证装的密 按照顺序去调 先做车厢前部 后座后部 然后装车厢中间 把它装满 好 然后我们再送到现场 当然在准备工作中 你的材料到现场 现场一定要先完成基础的准备工作 场地底层要清理干净 要测量放样 要立必要的挡板 现场的机械设备要完备 这些都要经过监理的审核 不能说你到现场先去准备 那这个材料可能就凝结了 然后我们再做后续的铺座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材料去做实验加半盒的过程 那在我们的书本上所给的内容 页码给你放在右上角了 我们的书是按照材料划分的 就是他给了石灰水泥的 二灰的 极配的 书上是标题一 标题二 标题三 每个标题中都有材料 半盒 运输 铺住 亚实 养生 三个阶段 那我们既然阶段都是一样的 我就给你把每个阶段统一到这里了 因为它有很多共性 所以咱们一个阶段就看材料特点就够了 那在各自的第一个阶段 材料和半盒中 我们看一下材料不同 有什么不同的施工要求 首先共性点里面 原材料进场检验 刚才说过了 必须做的 然后我们还有厂办生产方式 不得选择路办 后面这两个都一样 绝对不允许做路办 绝对不允许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就是你需要在半盒生产的时候 根据实际的情况 各种条件 去调节半盒的用水量 比如说我经常发现 我用的粗粒镜的东西 或者细的土颗粒 它自身的含水量是很高的 配合比里面不是有水吗 如果你材料中含水高 那我就把用水调低一点 所以根据材料的实践情况 集配的情况 现场的温度 如果高温你多加点水 如果运的比较远 你多加点水因为它会有水分的散湿 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节用水量 这个点也是通用的 好我们再往下面看 设备的选择就是半盒设备用什么 在半盒设备中 大家就盯着两个词去记 一个是强制式半盒设备 一个我们叫间歇式半盒设备 间歇式半盒设备 强制式这个在我们无机结合料基层中提到的 跟它对应的机械叫自落式 强制和自落是一组 这两个机械强制式可以有效的避免半盒中的卡料问题 它办的更均匀 间歇这个是在厘清面层施工的时候我们提到的 那么它对应的叫连续式连续式 这个对应的我们叫做自落式 这个办的更均匀 而间歇和连续有什么区别呀 就是投料的不同 间歇式我们是半一盘出一盘料再投 按照设计配合比往里面放半盒均匀出 所以它是每一盘都会做精确的配比调整的 按照设计的配比进行 而到了连续式这它是持续的过程 持续投料半盒出料半盒出料 所以这个的精度没有前一个高 只要我们在书本上考到你半盒设备的选择 无机结合料的混合料 沥青混合料水泥混凝土都会涉到这个问题 它给你你怎么选 你就选强制的和间歇的 就盯这俩词就够了啊 依然还是通用点 所以在材料生产半盒这边 我们第一个石灰水泥中提到的基本上都是通用点 好那么后面这两个标题重复的我就给它去掉了 我们先看一下二灰这个 它在生产的时候你注意 人家给你材料就是二灰 啥意思啊 结合料有两种 石灰和粉煤灰 对吧 我有两个结合料 那你这个结合料作为胶凝材料 首先它自己得混合均匀 才能充分发挥性质 所以在半盒顺序这儿 这条要作为重点 我们应该把两种结合料的结合料先拌匀 然后再加入被结合料和水 先拌结合料 再加被结合料和水 注意顺序啊 这个排序是经常进选择体力的 给你稍微一条 前后一换 然后进选项挑正确错误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半盒的时候 含水量略大于最佳含水量 这个其实也是通用点 因为我们现在半出来还要运输 还要后面铺住 它是存在湿水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 半盒生产的时候 水量都会略高一些啊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集配这个大家不用记 你会发现书本上给那么几条 说白了就是废话啊 他给你提的一系列各种要求 都是符合规范规定 符合相应要求 或者跟你说符合设计文件 那肯定是符合的 对吧 不符合你没法生产了 所以这块直接读一边过调就可以啊 读一边过调 好这是我们在第一阶段 半盒生产啊 材料相关要求中 不同的材料之间的一些细节 这块没问题吧 那接下来我们进第二阶段了啊 进第二阶段了 现在我们是第四次课了啊 第四次课了 好来我们继续 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二阶段 就是运输和摊铺啊 运输和摊铺 你看刚才我的材料已经生产完了 也给你配了图 它是自卸汽车加棚布覆盖运过来 因为过程中我怕移洒 怕阳尘 怕水分走掉 对吧 运过来之后 我就要用摊铺机械去做 前面路机是一堆 给它推开再整平 现在我们直接机械成层 这个层次就是按照设计的 宽度和厚度去调的 对吧 好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是机械进行铺住 铺住完成 工人跟着检查 那我们如果一台机械不够宽的话 你还可以选择多机梯队作业 一个先往前铺这么一条 另外一个我们接上 跟在它后面再铺旁边的 这样也可以 叫多机梯队作业 那么中间这个梯队的缝 我们再跟着铺住 跟着碾压做处理就行了 像这个缝 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处理的做法 在铺住生产中 你看一个机械 它的宽度是有限的 如果设计的宽度大于它 你铺不完 假设我只有一台机械 我铺完这边再做这边 它不是成型了吗 所以中间出现了一条实体纵向缝 这容易有质量问题 那我们最好就是选择梯队作业 梯队作业一前以后 在它没有完全成型硬化的时候 把缝一次性处理完了 它容易结合成整体 不容易出质量问题 像我们这边重复摊铺的部分 后面这台铺住机械 会跨缝多铺一点材料 放大一点看 你看我们这一条是不是多出来了 就是后续机械跨缝多铺的 多出来的材料多余的 由人工清掉 然后碾压机械其缝压实 这个缝基本上就消没了 好这是我们在运输和摊铺中 包括碾压怎么去处理缝 缝的问题我们会放到后一阶段 再去说它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到书本上的考点 依然还是书上的标题一 标题二 标题三 各自三个标题的大括号二 就是运输和摊铺技术要求 我们再整合到一起 一个阶段把它学完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石灰和水泥的 那么这个条目里面 第一个我们说 半程的稳定土类混合料 及时送到施工现场 这里咱们就提出了时间的要求了 首先说水泥稳定的 从搅拌到铺住 再画一下重点完成 为什么 因为水泥是有凝结时间的 对吧 它出凝时间多少呀 三个小时 你这个时间绝对不要超过出凝 如果我现在还没有压完呢 它就出凝了 你就压不成形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水稳类 从搅拌接触到水 倒铺住完成 铺完 这个不能超过三个小时 大家一定要重点记一下这个时间 所以水稳类 一看到这个材料 脑海里面 第一下反映出来 是有个三个小时出凝要求的 很容易按例题 在这给你买点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大家去天充的 它的铺住宽度的问题 铺住宽度 其实和路基 是一个相似的道理 我们在路基中说的是 设计图示的宽度 两边各加 至少50公分的超宽 它要保证 路间压实质量 对吧 那我们在无基结合料这儿 或者别的这个基层这儿 那其实你对路肩这儿要求没那么高了啊 因为我们路基土 它的肩膀部分 可能会用于一些后续的保护 或者临时停车带等等 它要有足够的密室 而咱们现在往外超宽的是什么东西 设计宽度加必要的附加宽度 你保证它肩膀这一部分 就是单基层的边部 能够有效成型就够了 它不用加50公分那么宽 这个我们规范上是没有数据要求的 你只要略多于设计的宽度就可以 如果严丝合缝的去铺 可能还会有质量问题 所以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 稍微注意一下 没有50公分那么宽 你还得多一点 好 然后采取防止水分蒸发和防阳尘的措施 混合料办出来 运输中这个措施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中 看到那个红车身上加了棚布 对吧 就是棚布覆盖 你要注意一下 在陆基土的运输 无基结合料的运输中 棚布覆盖的作用是防水分蒸发 防阳尘还有防遗产 这是我们在这个位置覆盖的作用 跟沥青就不一样了 沥青的覆盖它主要是保温 好 那我们这边记一下 以及第三个 放在春末和气温较高的季节 就是高温施工 这个点我们前面讲材料特性的时候 就提到过两个数据 大家回忆一下啊 一个是40度 一个是50度 这说的是谁呀 说的是石灰类的 和二灰中加了粉煤灰的这个 如果你有石灰或者带粉煤灰的 石灰是低于5度 强度不增长了 粉煤灰低于4度 强度不增长了 所以它低温强度不容易增长 那么高温呢 好啊 所以我们这边要放在高温时供 春末或气温较高 也就是夏季啊 好 然后我们说 厂半石灰土类 它摊铺的时候 陆床要湿润 这个点又是个通用点 好 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底下陆床要湿润 我们现在是把基层 这个混合料 要铺到陆基顶面 对吧 陆基顶面 或者是电层顶面 那么如果你底下这个层次 已经成形 放置了一段时间 它里面这个水分 是不是会往外蒸发呀 会变干 对吧 如果它底下变干了 这些微小的孔隙 就容易吸水 当我把混合料湿的 它配合比里面带水的 给它扑上去之后 底下的孔隙吸水 就把混合料中的水 吸下去了 吸下去之后 那我们这个配合比就变了 配合比变了 强度就变了 所以这个是直接会影响 结构层强度的 你必须得保证 我们混合料中的水 不会被底下吸走 那么下层 咱们就适当的撒水湿润 千万不要撒到积水 湿润就可以了 如果积水的话 你水加进去 它结构还是不行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 然后与期的这个相应问题 建议大家后面统一去看 季节性的措施就行了 因为我们这边要求 和季节性是一样的 所以不用重复 被这个后面去解 好 大家注意 刚才说的湿润的问题 不光是石灰土 水泥二灰 包括极配都是一样的 都要保持下部 适当湿润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二灰的 二灰这一部分 其实还是在强调 一个季节性的问题 同样建议大家把这条 它俩都是挪到 无机结合料季节性措施里面 去备就行了 因为我们刚才强调的 石灰粉煤灰 它是不是不利于低温强度生成 所以这样的材料 我们建议在冬期到来之前 先做完 水泥的可以把这个到来之前 做完的时间缩短 这块直接放到季节性 去记一次就行了 它俩不用重复记忆 我们后面会有啊 好 再往后面 极配类的 这个可是典型的柔性基层 它不是无机结合料半刚性的 对吧 那我们这个铺的时候会出什么问题啊 它没有胶凝材料 极配类的就是靠 力净之间的咬合 嵌挤来生成结构层的 不用结合料去沾 所以如果你在摊铺过程中 我的混合料不同力净出现了分离了 离散了 离锡了 不一样了 不均匀了 你还能出符合要求结构层吗 不行 所以我得保证铺住的时候也是均匀的 对吧 当你铺住的时候 依然还是机械 发生粗细离锡 那么它嵌挤效果肯定会下降 我们必须要及时做处理 这种离锡现象 可能在案例中的描述 会给你替换成梅花 沙窝 或者粗料集中 这样的情况 这样去描述 你看到这个就及时翻拌均匀 但是大家注意一个点 我们翻拌是针对不良地方翻拌 你不要扑出来 人工在那反复去搅 反复搅反而可能不利于它的密室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 那么跟底下就带上了 底下我们说压实系数通过实验段 这不是参数吗 对吧 我们前面就学过了 每层按虚扑厚度一次扑齐 就是你虚扑是多厚 我就扑这么厚 你不要来回再去补去 它也没法去接 不要多次去找补 不要人反复在这翻 哪块不良 你处理哪就行了 好 这个是我们在集配类的一个 扑住的相应要求 这样第二个大阶段就结束了 我们在程序中的细节条目 我刚才股价中不是给你打了 摊扑这边很多细节条目吗 尤其是像我们水泥这种的点 你把它的关键词一定要写上去 要写上去 好 这块这个阶段我们就做完 那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继续往下面看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进入压实作业 压实的话 绝大部分是机械完成的 依然是三个阶段 初复中 初复中的概念在历清层里面 会提的比较多 然后如果是大型机械压不到的 局部可以选择小型机械 配合人工来完成 但是这里注意个前提 你如果压不到的地方 换了压实的方法 那么它一定会减薄这块的厚度 为什么 因为人工压实效果效率低 那个效果好 人家可能是压15公分 你在这给减成10公分 你得保证它的效率 保证它压实的一个情况 压实的一个效果 那而且我们除了变薄 这个次数还要上升 减薄增加压实的变数和次数 并且这个方式要经过监理的同意 好我们再看后续压完之后的养生 养生这个点在流程串的时候 就说的是保湿 所以我们保湿的话就有几种方法 直接洒水 洒水加覆盖 或者洒水再加厘清类的养生 洒厘清乳液或者厘清下风层都可以 所以这是我们保湿养生的方式 那么一会咱们再看一下养生的要求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区分这个方式是 哪类材料去用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 标题123中的大括号3 压实和养生的技术要求 依然还是重复东西很多 我们先看第一个类别 石灰和水泥的 那压实系数实验确定 刚才说过了 当天碾压成型 建议当天碾压成型 那我们这个点的话 碾压成型点在石灰规范里面 说的是当天去完成 而水泥的一定要再考虑凝结时间的问题 它要短啊 它要短 最佳含水量上下2%去做压实处理 所以换句话说 在你正式碾压之前 我们依然还要做这个质量初碱的工作 对吧 你压之前一定要有初碱的 那这个碱碱什么 再回忆一下 碱什么 初碱的工作 我们课前题目做了 对吧 初碱一个碱 铺了多厚 这不是压实系数吗 对吧 我们有虚不厚度能反推的 第二个 你要看铺了多宽 前面我们补了 铺住的时候 以设计加必要的施工的这个宽度 好 第三个 碱水 水在哪 最佳含水上下2%浮动 所以质量初碱 在碱压之前是必须做的 缺一不可 你完成这些没问题 才能压它 好 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接缝的位置尽量设在中线处 这个中线 我们是建议放在你铺住宽度的道路中线 如果后面做完路面行车的话 就是双向中间分隔的地方 我们行是打双黄线的地方 对吧 不让你压的 或者说被压的非常少的 做中央分隔的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因为轮胎车辆压的核载频率就很低嘛 所以它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你接缝本身就是薄弱点 你要是把接缝打到轮胎压的这条线 我们叫轮迹带 这就不行了 反复承受核载容易出问题 所以尽量把薄弱点放在中间 不容易被压的地方 横向缝尽量减少 就是最好这个路 我们这个段能连人做完 就连人做完 因为它一旦出现横向缝 怎么产生的 你像我这胳膊就是我铺的路 我往前去铺 横向缝 今天到这我施工完就停了 不干活了下班了 第二天来在街上 这条横向缝 你一停 它不就硬化了吗 对吧 我们说无极结合料 硬化之后是板体性很好的 所以两个一连的话 中间就是实体断开 实体断开就容易出问题 所以这块我们一定是尽量去减少 一个段 一个施工段落连续做完 好 再来 石灰土压实成活 施养到上部结构施工 这是我们养生时间节点的问题 这个点大家一定要区分材料 重点去记一下 重点去记一下 石灰类型的 你要养护到上部结构施工 上部结构就是路面 养护周期是很长的 而水泥类的 我们强调一个养生分层的问题 这一条也是规范上的原文 我们很多学员学这就会说 我们现场就不是这么做的 你讲的就是错的 但是他考就考规范就考书 没办法 你把这句话背起来 好 把它背起来 如果是分层摊铺的话 那么下层要养生七天之后 再做上层 这是规范的原文 这是教材的原文 要记下来 如果他说多层 多层进行水泥类的摊铺 我们整体再去做后续的一些养生 这个处理 那就不对了 要分开 分开 分开的间隔 至少保证七天强度生成 才能做后一层 好 然后养生七要封闭交通 这个是通用的 你别管是无极结构料 还是极配的 如果我在做养生 绝对不能上外部的 这个社会的交通 但是你必要的车辆 施工车辆是可以上的 施工车辆可以上的 前提是 它要经过验证 不会损坏结构层 好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封闭交通 封闭社会交通 好 再来二辉的 二辉这个首先 第一条我们在第一节中就讲过了 对吧 我们说在层次这儿 控制分层的厚度 单一压实层最大厚度 在吐露基里面是不超300毫米 在无极结合料基层中 是控制在100到200毫米之间 在沥青混合料面层中 是控制在100以内 然后我们不是还有个电层吗 电层是反向的 它是最薄不能薄于150 它要大于等于150 对吧 这个大家直接把数据背下就行了 我们又回例一遍 好 再来 第三条里面 禁止薄层贴补 这个需要画三个型号 我们考历清 不是历清 无极结构料这块 他特别喜欢考这句话 就是你不要选择薄层贴补去找屏去 找屏是啥意思 就是我做完之后 结构层是不平整的 它标高低了一块 缺了一块 我原来目标是这条线 结果我做完之后 我发现它这么样 缺了一点 然后它背景给你描述 施工方选薄层贴补 把这块给它补回去了 这个方法能用吗 不能 严禁 为什么不能用 大家想一想结构特性 无极结构料基层 它一个共性点 我们叫板体信号 所以当它成型之后 它自己是一个独立结构板块 你把底下做完了 上面再去补这个薄层 跟底下就是两个独立板块 它们是很难做有效的结合的 所以当我们这个东西 一受到水平力一推它 它就移开了 容易分开 就是你补了跟没补也没啥区别 还会影响后续层的质量 那么既然不让你用薄层贴补 你用什么方法 这个我们书上没说 书上没说的话 咱们来补一下 咱们了解一下就行了 一般情况下 要看缺湿的厚度 假设我们这个位置 跟设计的标高比 它缺的非常多 已经超过五公分了 那我们就选择 把此处翻挖重做 去掉重新打 如果说它比较薄 没有超过我们前面刚说的 五公分比较大的数据 那我们就选择上部的 沥青面层去补就行了 这个缺湿的不多 我用沥青面层材料 或者别的面层材料去补就可以 所以主要是看厚度 看缺湿的标高的厚度 我们再去选方法 好 这咱们书上没有 我们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在养生方式这 这里就做区分了 你看我们在上面石灰水泥这 书本的原文 没有提到沥青类的养生 它只强调了保湿的养生 然后在二灰类里面 我们除了保湿养生之外 还可选择乳液和下风层去做养生 再来养生方式 那我们书本上所提到的 这个沥青类养生方式 出现在二灰这 所以当在提干背景 让你选的时候 问这种沥青养生方法 哪个能用 你选它去 你不要选这个 因为我书上没写 虽然说规范上 包括实践操作中 它都可以用 但是答案从教材书本去选 所以如果人家考你这块 让你选哪个能用沥青的养生 你扣在二灰身上 好吧 这个除了去做水养生 还加了沥青类的养生方式 这个明白吧 你要按书答题 因为它从这取分 有很多地方是和时间有出入的 不要钻牛角尖去 好 那如果说你是选择 撒了沥青乳液去养生了 这个沥青乳液 它是可能会很滑的 所以我们后面还要做别的施工嘛 那你应该及时去撒一些嵌钉料 让它结合的更好 还有耐磨的功能 还有防滑的功能 那同时如果在养生期 刚才说封闭交通 封闭社会交通 那必要的施工车辆行驶 保持限速 不超标 不超载就可以了 好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 可以通行车辆的要求 不能超出速度限制 不能超出核载限制 也不要履带车辆通行 履带它作为行走动力的话 它这个抓地力很强 你这边还没有养生成型 一抓的话 它小小就散了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好 这两边的亚视和养生 我们重点去关注 然后再往下面 无机结合料类 这个点里面 我们适当洒水 大家可能有点想不明白 你上面说养生 我都知道 它是要保湿呀 所以你要有水 然后养生期 我们统一都是不少于七天 对吧 不少于七天 然后到了极配这边 它本身不用水去结合料 为啥要洒水 这个洒水的目的是什么呀 要湿润润滑 通过水的润滑作用 可以让颗粒之间 更好的挤到一起 所以这是我们施工中 必要的一些辅助的手段 然后再往下面 你要把它压到什么标准 就是什么情况出现标志 我已经压紧压密了 第一个 碾压到轮迹不大于五毫米 这作为第一个判定标准 第二个表面凭整坚实 作为极配类碾压密实的标准 同样的 它也是 没有生成有效保护 你不能开放交通 上面还有个结合料 它连结合料都没有 所以必须要加保护层才能过车 也就是你要么就是铺装了面层 你才能过车 或者没有铺装面层 我要加一些下风层 这样才可以让它临时通车 好这个大家需要把压实养生 这一部分去作为重点 高频次出现案例考题的地方 一定要重点关注 同时从这个点里面 我们要延出一些后续可能会考到的质量缺陷的问题 这块墨迹有点多了 我先给大家削掉可以吧 给大家补一下 就是可能会去考到的一些质量缺陷的问题 我先把墨迹削掉 先削掉了 好 我现在给你把这个东西先清掉 然后给你补一下 就是因为无极节料 它是可能会出一些质量问题的 我们经常会在案例背景里面看到这样的描述 它说这个无极节料基层施工完成之后 使用了一段时间出现了表层松散的问题 或者局部出现什么开裂 裂缝 剥落 这样的问题 露出骨料这种情况 那么这种质量缺陷的话 它大多数情况都是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可能在养生这个点上出问题了 养生这个点上出问题 最常考到就是它养生时间不够 没有做到七天的养生 生成足够的强度就接受喝在了 所以养生不够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 出现刚才所提到的各类病害 一看到基层病害 先想养生时间够不够 第二个点 我们可能跟通行车辆 也就是交通是有关系的 因为咱们经常会出现 你想一想 我修一条路修很长 对吧 很长的一条路 那么这条路你修的时间周期也比较长 如果它长期占用了社会交通的话 不通行 社会交通压力很大 所以经常会出现 我修这条路 在一些重要的路口 需要提前开放一下基层 让这块能够垂直的道路通过去 对吧 避免压力过大 在这样的前提下 如果它要过车 就需要有一个必备的条件 就是要加魔耗层 就是一定要加魔耗层 魔耗层 可能我们提前开放交通的时候 就是没打这个魔耗层 车辆来回反复去摩擦去压 然后导致剥落了 出现碎裂了 出现表层松散了 非常核心的一个原因 好这是我们两个 经常考到表层松散质量缺陷 会提到的问题 除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之外 你还要再考虑一个材料特性 这个材料特性就给我打在水泥身上 就打在水泥身上 因为经常会提到水泥水稳材料 我们说送到现场时间超线 时间一超线你就压不出我们需要的形状 因为它出宁了 所以你压不出我需要的形状 它就无法生成致密结构层 它就是松散的 好除了这两个必备条件 七天养生保证强度 要提前上交通通行车辆 要加磨耗层 就是下风层 然后我们再挂上水泥材料 跟背景去找去 它一旦出这个病害的描述 我们就往这三个身上靠 或者它反过来 我说那个病害的成因是什么 我这么去找了 我如何预防它 你把这个解决了不就行了吗 一个原因对应一个解决方法 好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磨耗层 好然后我们这个就到这了 这样咱们就来到整个流程的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从管理部分 给大家先摘过来 它有质检的问题嘛 但是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书本上在管理部分 给的质检项目描述 不是特别完整的 跟规范略有出入 而之前一件几次考过的真题 都是在考规范的主控项目 所以大家在这一块 需要找它的关键点 跟着规范去记 我们就简单的快速过一下 在无极结合料类 它主要是集配配合笔 含水量半合均匀度 压实度七天无测线抗压 这里面是只体现了几个 我们直接来重点计规范的就够了 就来被规范的主控项目 无极结合料类 我给你打到这了 然后柔性基层 我又放了两个 最后这个柔性基层 你读一遍就行 因为咱们书上不是没有吗 但是有集配这个 书上没写 所以你要把这两个的主控项目 无极结合料半刚性的 集配柔性的把它的主控项目背起来 主控项目就是表格里面 我给你打蓝色文字的东西 在无极结合料中 是原材料作为主控项目 压实度和七天无测线抗压 这个压实度 它各自的数值是多少 书上也没有 你多读两遍熟悉熟悉 它之前没考过这块 就是考这个项目了 把三个项目背起来 然后到集配这边 集料压实度完成值 因为柔性就是容易变形 对吧 减万成值 好这边大家要把给你补的主控项目 去做记忆 这块是完全符合我们相应规范 直接摘超乖的 好吧 该背什么你要弄清楚 它考试的时候 有的时候严格卡着教材 有地方又贴着规范去戳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这个没问题吧 解个屏来快速解个屏 来一二三四五 这块解个屏背上面两个就够了 重点记我标蓝色文字的地方 那么这样我们整个程序就给大家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做几个练习题 咱们先看第一个 石灰稳定土集中半核的时候 影响半核用水的因素有什么 好这边我们看一下 19年考到真体 影响半核用水的 就是我放的水量多少 它有压实设备的变化 你压实设备在碾压阶段 跟水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们这个是不太相关的 温度原材料颗粒的组成 运输距离 这是不是刚才分析的跟水相关的 所以这道题扣掉A选项 对吧扣掉A选项 它不是一个阶段的事 我们现在在生产它 它说的是压实的 这选后四个选项 再来下一个 这是21年刚考完的 你看就是盯着这个相应的改错 有时候喜欢考检验项目 基层这里出案例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快速过一下 承接一个城市主干道新建工程 给了长度了 又出现了一些暗塘 又给了土的情况 全路段土路基和基层之间 设了一个20公分厚的 极配碎石电层 电层上面又铺了一个土工格山 去隔离变形 然后它这边就是给我们去描述了一个 整体做的下部的处理 对吧 下部路基还有电层的处理 电层验收完成 铺设固定土工格山 和摊铺了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好 我们这边是下面做了电层验收 做了隔离变形的土工合成材料 又直接去铺了水稳碎石基层 选择重型亚路基去做碾压 养护三天之后做下道工学 体干里面就给了你一个 第四个问题让你挑错 这个问题我们答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清楚问题 人家体干问的是 水稳碎石基层施工程 就定水稳碎石基层施工 你要精准定位 带着问题 哪块说它我就找哪 是不是就这一句话 对吧 我们现在是做完这些工作 去铺了水稳碎石的基层 选择了重型亚路基做碾压 然后养生时间出问题了 所以现在你就找它的核心错误嘛 直接上重型对不对 直接上重型对不对 不对呀 我们碾压原则参考路基 路基土是先轻后重 先净后震 你怎么可能一上来就上重型呢 它一定要先上轻量级去稳料 出压都是轻量级 所以这个量级是出问题了 然后这边选重型亚路基 是不是没有细化 是哪种类型亚路基啊 可以给它补一下啊 我们这里是水泥稳定碎石 所以它的空隙是比较多的 颗粒粗空隙就多 建议在这选择震动类型的亚路基 震动类型的可以去消缝 然后我们再紧跟着 养护三天 这典型错误对吧 你至少得保证七天呀 然后直接进下道工序 不对吧 你养生完成要干什么 要做质检 没做质检 怎么去转下道工序 质检合格转下道工序的条件 就是主控项目不漏减 合格率百分之百 对吧 你看这个套路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你把这个核心点抓住就行了 我们在考改错题的时候 其实就是考你施工程序 你一定要把各个工程的流程股价 都要把握住啊 这是我们这个考到的真题 好 没问题了吧 这块你不用打什么先轻后重那么全 不用啊 不用把原则抄 他给你这个 你说这个不对 应该是先轻型后重型就可以了 这就能得分了 不用写那么长 一般答案都是相对来说会短的啊 基本上都是比较短的 好 那我们这个就给大家整理到这了啊 咱们就不再去停了 好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土工合成材料的应用 这块我们先给大家把框架打完 然后咱们再休息 好吧 我们先手写抄一下重点 然后我们再休息停一停 给你打打仪 OK吧 好 我们先进到土工合成材料 这是第三节的最后一幕 033 那么这一块 其实我们考案例的概率相对来说 不算是那么的高 而且刚才你看那个21年的题 他已经出过一次从隔山了 那个就是土工合成材料的应用啊 那我们21年刚考完 你22年在同样的土工合成材料去考点的概率就大大的下降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在这儿今年把它的复习瞄准在客观题里面 去抓到客观题能考的重点去啊 好 咱们先来看一下 可以把这儿拆分出两个方向 第一个比较简单 第一个就纯是材料的问题 这个我们占的笔记内容不要太多啊 这个你简单记就行了 在材料这儿会给你区分分类 它的定义 还有就是它的作用 你重点在土工合成材料这儿 就是记它是干啥用的 我们后面会说五个基本作用 什么加进防护隔离排水之类的 后面直接把这五词抄下来啊 少篇幅 就一行就行了 第二个 我们一定要重点把握的是土工合成材料的工程应用 这个是最重要的 它也很喜欢接到各个层次里面去考 那么在工程应用这儿 我们一键是放了五类工程应用 首先第一个 它要做陆滴的填土夹金啊 放在陆滴里面 我们做填土夹金 好陆滴填土夹金 我不写全了 你把名字后面补全啊 第二个 我们再做台北陆滴的加金 我就写个台北就行了 你后面把标题补上啊 第三个 我们需要在这儿考的比较重要的一个 就是它需要去做裂缝的处理 裂缝的处理 好 第四个方向 我们会做一些泼面的防护 泼面的防护 第五个跟水相关的 过滤排水 你打个水的点也行 你把标题后面盖过来就可以了啊 好 这是我们五个方向的工程应用 其中前三个 大家在复习的时候 要贴着石图 贴着技术 重点去把握 后两个一般就是考选择题 好 那我们在各自这五个应用中 你要抓住什么东西 那我们可以把这儿打成一个大的矿图 每一个各自占一些区间 各自占一些区间 然后我们出这样的一个掌握核心之前的表 好 第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你在每类工程应用中 它要选什么材料 我要用于这块了 我用哪类材料呀 你得挑出来 对吧 它需要去选材料 这块我统一把各个应用的材料 后面讲义中给你整合了一个表 你直接背那个表就行了 那那块就是考选择题 所以如果精力不允许的话 你就过两遍熟悉熟悉 抓前三个重点 好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 大家一定要重点的去把工程应用里面的作用 再记清楚 上面这个作用和功能 说的是原材料 这个土工材料是用来干啥的 现在是我用来干这个 用来干这个 土工材料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重点去记的 他很喜欢考题 很喜欢考题 能考选择 能考案例中的书写 我就问你 他是干啥用的 好 第三个就是他的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中 我们前面这几个有共性 前两个相似度很大 因为他们都是填到路基里 一层一层的填进去 所以第一件事 我们要在这个点中去抓材料连接的问题 材料连接的问题 土工合成材料你理解为像布匹一样 一卷布 一条一块 那我铺到面里面 你需要连接去展开成这个大层 对吧 一块一块沾上 连上我们才能成一片 所以这个连接怎么做 怎么搭 怎么处理缝 这块是可能会出选项的啊 第二个就是咱们需要重点去关注一下 我不是把它加在填土层里面吗 对吧 那我放了这个网状材料 我的填土是怎么填的 我的填土是怎么填的 这也是可以出考题的地方 好 第三个 你有填土 那你就得带压石 我填完之后怎么压 才能不影响这个材料的安全 好 前面我给你打的这三个 放到台背回填中 一到三是相同的 你讲义上 你笔记上 一会儿给它过过去就行了 一会儿给填过去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再抓各自的特征 各自的特征第四个 在路低填住里面 它会有自己的施工程序 这个我 我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 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这个需要大家作为小重点的地方啊 这块是需要你去掌握的 好 然后同样的道理在台背这儿 因为它是预防 跳车病害的发生 所以在讲这块的时候 我会给你补一下 桥头跳车 这个病害的预防 咱们在这儿把这个病害去解决掉 我们加金只是预防 它的一个做法啊 一个措施 那这个到底有什么措施 咱们整合一遍 以及它还有自己的施工程序 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同时我们会单独去说 台背这块是特殊的一个段 它怎么选材 怎么做碾压 什么范围 咱们会单独去讲 所以这里细节是比较多的啊 好 然后我们再看处理裂缝 处理裂缝 说白了就是把土工合成材料当胶布一样 这块有个缝 我就粘上去 所以它的内核就是处理缝 哪里有缝贴哪里 对吧 你秉持这个原则就够了 那我们就重点是关注 你底下这个缝要怎么处理 你得处理完 你再去贴东西啊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 就是你这个贴要贴在什么位置 贴要贴在什么位置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好 我们一般考的话就给你个图 问你这个图 我做了一些改善和维修 去处理缝了 我要在哪去放同时的材料 它上下需要连查东西 很喜欢考这样的点 所以工程应用中 前三个大家需要作为重点 给你圈住的 后两个 因为它就考选择题 所以我们出案例的概率比较低嘛 那咱们就可以少花精力 好 五类工程应用 在这一幕中 大家作为核心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这块的流程股价 讲义的笔记股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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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